曾獲總統包揚 百萬英雅房仲淪為搶匪 他是英雅人士王浩 雖然聽不到也無法說話 卻用真誠的心和紙筆溝通 成為業績百萬的超級房仲 曾出書鼓勵和他命運類似的人 更獲得前總統馬英九公開包揚 但敵不過低迷房市 如今淪為搶匪 上個月27號凌晨 他騎著腳踏車 看到酒醉的野龜女子 盡心聲歹念 搶奪他的包包 女子立刻脫下高跟鞋狂追 無奈雙腿比不過兩輪 只好連忙像停在路旁的問獎求救 而王浩則是逃到萬華 丟掉腳踏車 然後躲到朋友家 但隔天就被警方逮到 他跟警察說 搶來的包包裡面只有150元 其實56歲的王浩 之前經常進出監獄 因為他在八個月大時 喪失聽力和話語能力 長大後自甘墮落 十一年前他重新振作 進入房仲業 風光一時 這回卻為了生計 再度重操就業 炒的事訊問他的警察 正好是王浩前同事的弟弟 兩年不見 現在卻是搶匪跟警察 王浩當場羞愧落淚 警察拿1500塊給他 希望他重新做人 不過在此之前 得先為自己犯下的錯 付出代價 出發中心台北報導 好